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财务报表 在某种程度上是能预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未来的财运的 封老师认为这种预测的准确性远远高于占卜或者算命 为了能让同学们对财务报表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封老师接下来将从财务报表的角度 结合电视剧欢乐送中的人物行为 来预测一下剧中一些人物未来的财运 我们首先来看安迪 安迪是从纽约归国的商业精英 投资公司高管财务总监 最终谭宗明让安迪分析收购包是可行性 可见安迪是资本运作方面的高手 这个级别的人才年薪肯定要百万起步 安迪收入虽高但是没有耗钱资产 安迪住的房子是公司为他租的 安迪开的豪车是谭宗明的 从以上信息综合来看 安迪应该是能够准确区分 耗钱资产和生钱资产的 安迪既是财务专家 又是资本运作和投资方面的高手 冯老师认为安迪靠自己就能实现财务自由 恰好安迪又是美女 所以安迪嫁入豪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安迪本身就是生钱资产 属于耗钱资产类型的美女 想嫁入豪门很难 除非富豪自己分不清生钱资产与耗钱资产的区别 不过这样的富豪目前在中国还是有的 但是属于生钱资产类型的美女 想要嫁入豪门就容易很多 事实上魏魏作为富豪是想过要娶安迪的 另外谭宗明也暗暗喜欢安迪很久 甚至也想过娶安迪 只是因为安迪有发疯的隐患 谭宗明才没有表白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安迪的财务报表 安迪的资产负债表里没有负债 安迪的资产规模较大 但是资产里没有耗钱资产 安迪的资产中主要应该是生钱资产 至于安迪的资产具体是什么 冯老师就不清楚了 剧中没有透露 安迪的现金流量表里 主要收入来源应该还是劳动收入 但是安迪的投资收入应该大于安迪的生活支出 因为安迪还是投资高手 并且掌控海外投资基金 冯老师对于安迪的人生预测是 一财务方面 靠自己就能实现财务自由 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富有 主要的方式是购买生钱资产 二感情方面 会嫁给富人或者富豪 是老公的鞋内住 能让老公的事业更加成功 比赞 鞋内住 呢 日子